哈囉大家好我是路易 各位我們的溫餐廳呢 來到了我們的第九週 挑戰週 那我原本也想打算跟之前的影片一樣 進去遊戲畫面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呢 從下午2點半臨時維修到了現在 我也不知道修到什麼時候 算了 反正這禮拜也蠻簡單的 就是一個拳擊機 那一樣 每日的溫餐廳硬幣要達到300上限 就可以進場參加了 那這次的拳擊機跟之前不太一樣 因為以前拳擊機呢 是一整個活動都有嘛 那這次的拳擊機只有一個禮拜 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它是每天都可以進場 它是每天都可以進場的 應該是說它每天都會累積分數啦 像之前是一個禮拜取最高分嘛 之類的 那這個呢 它是每天 每天最多累積1500分 那它一樣 是會累積伺服器內最高的分數 所以你不管用什麼角色來打 它只會取最高分的那一個分數 那累積滿指定的分數呢 就可以獲得相對應的獎勵 那也就是基本的硬幣啦 那最多5000分可以拿到我們這個沙拉椅子 這個禮拜就這樣 非常簡單 那這個拳擊機 因為我也沒有辦法繼續打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強度如何 應該不會像拳擊王那麼強啦 應該是跟之前的拳擊機差不多啦 不過只能說要達到1500還是有難度的啦 大家可以1000分為目標 那1000分的話 5天就完成了 那這一次 因為上一次是拳擊王有排名啊 這一次不知道裡面可不可以用這個 暗的指甲那些技能 嘖 趕快開服好不好 都不能測真的是很煩耶 呵 算了 如果等下撿到一半有開服的話 我就去測一下 好各位 那果不其然呢 在我影片弄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伺服器修好了 嗯 開放了 那我們就實際的來打一次給各位看吧 我們的 威一波的挑戰週 好不好 我們再打一次 好 那大家記得喔 這一個呢 要挑戰我們的挑戰週啊 一定要把溫餐廳每日給收集滿喔 像我自己的卡里芬森已經 把那個硬幣弄滿了 但是 阿戴爾還沒 所以這個他硬幣是看角色的喔 所以大家記得 要挑戰的角色呢 要把硬幣 每日硬幣給 收集完成 這樣我們就可以進場了 那這次進場 欸好像沒有輕武功寶珠 不過沒關係我們打看看 好 打看就知道了 那我們進場吧 欸真的耶 沒有輕武功耶 那我們等一下試一下 可不可以用暗的指甲 稍微打一下 喔還蠻軟的耶 已經 第十關了 好像說總共 欸我們試一下 暗的指甲 欸沒有辦法用 好一樣不能使用 咳 那沒關係啦 還蠻軟的 就是 王 我打看看 開一下招 第十二階段可能會硬一點 我們全開吧 感覺跟那個 感覺跟那個 啥萊塞 感覺跟那個 極限購物公園那一隻 差不多啦 132兆 不過這是全階段啦 132兆 應該還行啦 只是呢 這個拳擊機啊 我記得它是有看等級 然後還有防禦力 應該跟漆王差不多嗎 或者可能 可能就跟那隻星星差不多啦 那 其實不管那個什麼等級防禦力 重點就是 它的難度跟之前 不是上一次的那個拳擊王喔 是跟在之前的那些拳擊機差不多 就跟那些差不多 那也是要有一定機體才能1500分啦 但是1000分不難 1000分不難 好 達成星記錄 這樣就有1500點了 那這邊呢 都可以領取這個累積分數的獎勵 這邊 這邊可以領取 那這邊呢 可以查取你目前為止的分數 那獎勵的話 就像剛剛說的 前面呢全部都是硬幣的獎勵 那最後一個才是椅子 沙拉椅子 也算是蠻輕鬆的一個活動 只是就是 每天記得要來打一下這個拳擊機 當你收集滿硬幣了之後 那血量的話大概是132兆 那裡面呢不能使用暗的指甲 那如果有人不知道這什麼 這個是咕咕神社的技能啦 暗的指甲 它可以秒殺小怪啦 所以可以拿來偷一點分數 或者是讓你更快的清小怪 不過不能用了 所以也不用介紹太詳細了 那還有就是不會輕能量 因為這次畢竟不是排名什麼的 你可以正常帶著武功進去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的挑戰週啦 那接下來下個禮拜 我們的溫山丁就是最後的活動了 最後加點 那到時候會再跟各位做介紹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